上回讲到在巴黎和会上 中日双方就青岛问题展开争论 中国专史详细说明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 以及中国收回青岛的正当理由 经法、美、英三国商议 非但没有使日本让步 反而叫日本自由处置 中国专史陆征祥等不得不再行抗议 说 按德人之占据山东权力 始于1897年 当时普鲁士五人借口小顾 强迫中国让语 显示一种侵犯手段 华人至今不忘辞迟 今三大国若以此项权力移让于日本 是承认侵略手段为正当义 况日本在南满与蒙古东部 业已十分猖獗 今若加以山东为日所有 则日本可在北京出口之水道 即直立海湾之两岸 巩固其地位 且得霸具直达北京之三大路线 从此北京将为日本势力所环绕 不亦大可巨乎 中国于1917年向德澳宣战加入协约 所有中国与德澳签订个约一律取消 然则德国权力当然归还中国 且中国之宣战曾经协约及 共同作战各国政府正式承认 即今三国大会议解决焦州与山东问题 反将前属于德人之权力让给日本 由此可见 大会议所让于日本之权力 在今日以非德人所有乃存罪至中国权力 且中国亦协约之一并非亦敌国 中国在协约中固教懦弱 但总不能以敌国代之 亦有尽者 山东为中国之圣地 孔孟之教深入人心 我中国人视山东为文化之发祥地 焉肯倾让于外人 至于三大国会议 既有归还中国之意 何以第一步必将该地移让于一外国 然后由该外国自愿再将该地归还原主 此种重叠手续不知何所凭据 代表等早知日本之要求 细根据1915年之中日条约 及1918年之交换文件 但1915年时 中国所以签约者 十位强权所迫 世人常议日本提出挨的美敦书 强迫中国承认21条要求 否则大战立宪于东亚 在1918年之交换文件 乃因日本允许撤退山东内地之日兵 并取消各民政署 代表等一支三大国 所以议定如此解决者 时已英法曾于1915年2月3日 允许日本在和会席上 助其夺得得人在山东之权利 然当时此等密约双方定结 中国并未加入 其后协约国劝中国参战 亦未曾将密约内容预先通告 即中国于加入协约之后 直至今日战争了结 和约告成 中国反为各大国之商议品 与底产品 其何以堪 或约 大会议之认可日本要求 乃所以保全国际同盟也 中国岂不知为此而有所牺牲 但终有不能以余言者 大会何以不令以强固之日本 放弃其要求 而反令以软弱之中国 牺牲其主权 代表等敢言曰 此种解决方法 不论何方面提出 中国人民文之 必大失望 大愤怒 当意大利为里耶卡决裂 大会议且为之坚持到底 然则中国只提出山东问题 各大国反不表同情乎 要知山东问题 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 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 皆细于事业 这一篇抗议书比上次的激烈了一些 也是因为中国专使 陆正祥等人忍无可忍 不得已才写了这样的抗议书 希望各国能够主持公道 然而世上只论强弱 不论公道 任你说的口干舌燥 总敌不过强林的气焰 日本专使对中国的抗议置之不理 英 法 美 各国也袖手旁观 这跟他们对待意大利完全不同 意大利因为李耶卡问题退出和会 后来仍由英 法 美三国代表 从中调停 请意大利代表再入和会 这无非是因为中国当时太弱 处处都不如别人 然而那些军阀政客 不去协力图强 却只管争权夺利 内讧不休 就拿上海南北一和来说 自从南方代表唐绍仪宣告终止 停顿了一个多月 江苏都军李纯苦心维持 提出五条办法 征求双方同意 唐代表因为尚未得到陕西省的确切消息 就一天天的拖着 后来政府派张瑞基去山西调查 报告说确实已经停战 于是李纯又会同湖北江西两省屡次发电敦促 又有上海53个社会团体联合摧破南北总代表等 赶紧议定合局方可一致对外 南方的代表们也为环境所逼 不好再拖 便于4月4日在唐总代表的寓所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重开合议 韩告北方总代表朱启前德 约定从7日起继续开谈 朱总代表当然同意 到了4月7日 两位总代表及各分代表又聚到一起 先商议会议的程序一整天都没搞定 第二天继续商议 大致算是有了眉目 有的代表主张开闭门会议 免得人多嘴杂 徒资纷扰 北方代表多数赞成 但南方代表却多数反对 结果是双方协议 虽然不一定要关门 但除代表以外 闲人不得擅入 门外派警察巡逻 严加防守 自4月9日正式开会 南北代表均将全部议题提出 互相讨论 双方各手秘密 都未向外公布讨论的结果 之后逐日审查 开了好几天的会 惹得上海各界都想探听会议的消息 双方是否谈妥 可是偏偏这次会议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外界始终打探不到确切的消息 只是有传闻说 南方代表所提议案 共13项 令赴悬案6项 北方代表所提 有大纲2项 节目8项 至于细节 没人知道 一直等到了5月初 还是没有确切消息 大家都很纳闷 说这既然是公事 那就公开呗 干嘛搞得鬼鬼祟祟的呢 正在这个时候 北京出了乱子 是各校的学生 因为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 大起喧哗 最终竟然采取激烈手段 对付亲日派的曹汝林 张宗祥 陆宗于三人 在以前中日之间签订的各种合同上 大多是由曹 张 陆三人署名 国内的人早已公认他们是汉奸 就连留学日本的学生 也极力反对张宗祥 这次巴黎会议 中国派专使陆正祥等人赴欧洲 途经日本时 日本人向张宗祥打听陆正祥的立场 张宗祥夸口说 陆与我素来莫逆 两不治作梗 日本人满意而去 谁知陆正祥去了以后 政府又陆续派出了王正廷 顾维军等人 他们在巴黎和会上 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 并且导致张宗祥与日本签订的山东两条铁路合同 也就是己顺及高徐两条铁路 也遭受打击 张宗祥怕没办法跟日本交代 便暗地里与曹汝林通信 让他运动政府 召回顾维军王正廷 由自己去担任委员 曹汝林得信以后 便替他全力奔走 并召张宗祥回国 张宗祥就准备启程 然而这件事被上海时事新报 以及东京的时事新闻打探到了 登了报 这就在留日中国学生当中激起公愤 并要发通电抨击 可是日本电报局不给发 于是学生们只好寄给上海的报馆 机关团体 请他们宣布 大意是说 请据上海时事新报 及东京时事新闻载 张宗祥此次回国 入掌外交 出席巴黎和平会议 改善中日和会关系 同仁闻之不声害意 张宗祥自始日以来 种种卖国行为 庆祝难输 幸今日暴德已倒 强权屈服 正义人道 风靡全球 五大中华民国 全体国民 方期于欧洲和平大会 战胜恶魔 一血国耻 苟两报所载不虚 则是我政府受日奴运动 倒行逆施 以卖国专家 冲外交总长 兼欧洲和平会议代表 是非迈进中国不止 同仁一息尚存 极力反对 并将警穴见之 贵报贵机关贵团体 速来仗义感言 众所供养 扶起唤起舆论 一致反对 恕妖魔小丑 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 比东方得意志 亦得受最后之裁判 中华民国兴盛 世界和平兴盛 上海各报馆全文照灯 曹张两人的密谋 就此被揭露 张宗祥本想留在日本 可是政府又发电催他回国 并命令参事官 庄景科代理驻日公使 张宗祥不能不走 他想呢 等到了北京 总有办法挽回 于是收拾行李 启程归国 当他来到 东京中央新桥车站 正要与妻子陈氏上车 忽然有几十个留学生 跑过来 假装送行 走到进前之后 却隶属张宗祥在任时 经手借了多少多少钱 定立了多少多少密约 然后问他 带了多少卖国钱回去 张宗祥连忙摇头 拾口否认 可是留学生们 却不给他留面子 依然七嘴八舌的质问 把张宗祥弄得面红耳赤 无言以对 幸亏日本警察从旁排解 才将张氏夫妇送入车中 留学生们还在身后大喊 张公使 张宗祥 乳欲卖国 何不卖妻 张宗祥的妻子陈氏听了 羞愤交加 差点没哭出来 张宗祥回到北京以后 就与曹汝林 陆宗宇等人私下商议 还想调回顾维军王正廷 去讨好日本 相传曹汝林计划对顾维军用美人计 顾维军的原配唐氏 是南方总代表唐少仪的女儿 当时已经病故 尚未续取 而曹汝林有个妹妹 代字归忠 于是曹汝林就想把妹妹 嫁给顾维军来笼络她 刚好梁启超出洋游历 曹汝林就托梁启超做媒 梁启超到了法国以后 见到顾维军就跟他说 曹家小妹貌可倾城 才更煽机 如肯与她缔结姻缘 怨出五十万斤作为嫁妆 顾维军也很愿意 当时中外疯传 说顾维军已经加入亲日派 与曹姑娘订婚 说到这我又得插一句了 在民国演义的原著里 蔡东帆先生说 相传曹汝林对顾维军用美人计 这事儿还真是谣传 顾维军先生先后有过四位妻子 按顺序分别是 张润娥 唐宝月 黄慧兰 颜佑运 第二任妻子唐宝月 是唐绍仪的女儿 第三任妻子黄慧兰 是一位印尼富商的女儿 第四任妻子 颜佑运是上海名媛 顾维军并没有娶过曹姑娘 不久在留日学生当中 又有一篇声讨卖国贼的电文传回国内 内容如下 欧洲议和大会 为我国生死存亡所观 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 共挽国权 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 而权间作祟于国中 寻日以来 卖国之谋 尽行毅力 曹汝林 陆宗渝 张宗祥 徐树珍 金云鹏等 狼狈为奸 甘心媚日 既其尔来所为罪状 足以治国家之死命 约有二端 而以往之借款 借谢 卖路卖矿 不计烟 略臣如下 既供声讨 一约彻专使之轴 以媚日也 此次我国所派专使 尚能不辱国命力争 日本因之大怀疑 使则用威吓手段 既治顾王之发言 既则行利诱主义 汇通曹禄之内应 且使张宗祥回国运动 入掌外交 以撤专使之轴 并预先商议篡改 已定制中日密约 以眼中外耳目 而比诸贼 甘为虎昌 张氏既奉命昔归 禄 曹 更效忠为谨 日前 敬请当局电池专使 对日让步 辅中日之利害 极端相反 是所供之 五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力 方其挽救于谭殿 而乃欲试退让 自甘屈服 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 而欲自裁于朝鲜乎 卖国之罪 浮起荣诛 此其罪状一 二月 借边防之名 以亲日也 年来 北方军阀之拔护横行 截由徐树征 近云彭等 亲日政策之所致 举国权 以意外款 杀同胞 激如草芥 全国父老痛心疾首 而若被 气无毁祸之意 尽且大肆阴谋 借边防为名 欲将参战军 扩为九师十六混城旅 而与日人 实行军械同盟 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 抵戒日款 并聘日人 为教练官及济师 种种企图 无非欲打起 武力统一之目的 无论世界潮流 趋向和平 此等悖逆时事之举 有百害而无一例 即使果如诸贼计划 有万一之效 而军队训练之权 以操诸日人 兵器制造之场 已属于敌国 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严 孔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 将附陷于远东 二次大战 此其蹈火 既自恶于现在 负疑惑于将来 诸贼之肉 其足食乎 此其罪状二 凡子二事 仅举大端 其他违法不轨之行 量为国人所共睹 同仁等游学以来 显问内政 为士涉对外 有损国权 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 审诸贼近日卖国之罪 张明教助 良心所逼 安敢见末 用特举其事实 诉诸国人 所望全国父老昆记 诉愁对待国贼之法 安内攘外 嫌细乎此 盖共和国家 民为主体 朝有奸人 而也无志士 将建国家遂及沦亡 而国民无利之机 永蒙休于历时已 这份电文 激起了北京学生的公愤 大家聚在一起商议 一致认为 要严惩卖国贼 并保全青岛领土 于是由北京大学发起 于5月3日下午 召集本校学生 开全体会议 此前北京各学校 以互相商议 定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 准备在天安门集会示威 但随即接到留学生通电 并听说青岛让给日本 来不及等5月7日了 由北京大学发起倡议 群集法科大礼堂 商订四条办法 一是联合各界 一致力争 二是通电巴黎专使 坚持不签字 三是通电各省 于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 游行示威 四是决定星期日 也就是5月4日 骑及天安门 举行学界大示威 会上有几个资格比较深的学生 登台演说 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其中法科学生谢少敏 悲愤填胸 竟然登台之后 把中指放入嘴里 用牙一咬 指破血流 当即扯下一斤 写了 还我倾倒四个大字 学生们更加感动 鼓掌声 喊万岁声 此起彼伏 现场十分凄凉悲壮 随即便发传单 通知各校 约在第二天上午 邀请各校代表 借法证专门学校为会场 商议行动办法 各校接到传单 无不赞成 第二天 十几所学校的数十名代表 来到会场 参与的学校有 北京大学 法证专门学校 高等师范学校 中国大学 朝阳大学 工业专门学校 景观学校 农业学校 惠文大学 铁路管理学校 医学专门学校 税务学校 民国大学 代表到齐后 当机开会 议定了如何演说 如何散布旗帜 如何经过各使馆 表明立场 如何到曹汝林住宅 与他力争 同时也约定了行动的纪律 到了中午 商议完毕 各自分头散去 赶至小白旗 约在下午两点 到天安门会旗 很快就到了午后 天安门 乔南 先竖起一面大白旗 上书一副对联 卖国求荣 早知曹满 一种 卑无字 清心媚外 不其张堆余孽 死有头 下面又写着几行小字 说是 北京学界 晚卖国贼 曹汝林 张宗祥 遗臭千古 等等 在这一面大旗下 又有小白旗 数十面 旗上有的写着 取消二十一条 有的写 誓死力争 保我主权 勿作五分钟爱国心 真回青岛 方罢休 命为玉岁 勿为瓦全 头可断 青岛不可失 等等 数不胜数 谢少敏的 还我青岛血书 也悬挂在其中 还有一班小学生 站在路旁 手中都高举白旗 大小不易 有用布做的 有用纸做的 旗上写的 也无非是 卖国贼曹汝林 卖国贼张宗祥 等等 各校学生陆续聚集 差不多有三千多人 预知学生们如何行动 请听下回